人生當中有許許多多的挑戰 但是有些人喜歡跳傘的挑戰 有些人喜歡攀高山 甚至爬到喜馬拉雅山 可是有人卻對吃雞腿有挑戰 這雞腿究竟有什麼不同呢 這雞腿你在吃之前 你要先牽切結說 因為可能對你的生命 會造成威脅呢 奇怪 不就是吃個雞腿 好好吃啊 來 立剛你看 就是照片上這些雞腿 對 這邊一二十隻 上面有美美的醬汁醬 看了肚子就餓了 對 那你覺得這個十五分鐘吃十隻 有辦法嗎 我告訴你喔 太簡單了吧 十五分鐘十隻這種雞腿 不用十五分鐘 我五分鐘內就全部吃光了 我告訴你喔 現在目前紀錄保持人 他頂多十五分鐘吃兩隻 你還說你可以吃十隻 怎麼可能 兩隻雞腿 拜託這些雞腿又不大 還有喔 能夠真的要是十五分鐘吃到十隻 就給你五千塊獎金喔 台幣獎金喔 這麼多喔 大家就會問啊 到底你們在葫蘆裡賣什麼藥 很好賺耶 我跟各位講啊 這可不是普通的雞腿 這是烘辣雞腿 超級辣 比地獄來的辣椒還辣 你可能連撒蛋都不敢吃的辣椒雞腿啊 可是我看起來好像有我們那種滷雞腿啊 來來來來 馬上揭秘 這雞腿的製造過程 什麼 廚師先生 你是怎麼樣 你在浮射污染的地方做事嗎 還是你是在毒氣化工廠做事嗎 又要護目鏡又要戴著防毒面具 他其實戴著防毒面具 外加兩層手套 其實他並不是在做什麼賣命的工作 不過就是在調剛剛那個雞腿的辣醬 這種超級辣的 來自地獄般辣椒的咖哩辣醬 有這麼恐怖喔 不是 怎麼說是來自地獄般的辣椒呢 大家來看一下 這兩種辣椒做成的 這個叫千里達莫魯加毒蝎椒 毒蝎耶 卡羅萊辣 死神耶 這兩個辣椒光從齊名就知道 這兩個辣椒不好惹嘛 我告訴你 你畫面中看到喔 很多人跟你有嘛 TK嘛 來 15分鐘吃10根 小Case piece of cake 我就來挑戰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你 這兩種辣椒你剛剛講 我突然想到千里達是世界第二名辣的 是 這個卡羅萊可是全世界第一名的辣的辣椒 第二名辣跟第一名辣湊合在一塊 大家知道 它可以達到辣度幾萬度嗎 多少 1200萬度 你看看好不好 這麼辣 我們現在播放的影片當中 你可以放到這個 要挑戰TK的人 他就開始吃了對不對 對 一根吃下去 你有沒有發現有一件事情 他有戴手套喔 為什麼要戴手套 因為光是手摸到那個辣椒 就可能會被刀了喔 手都會被蠟傷 好 你現在看他吃第一根的時候 好像都還OK對不對 對 對 你眼間沒有發現嗎 其實他的臉部已經開始扭曲了 而且站著已經開始搖搖晃晃了 然後你看講話已經開始 是不是太辣了 你說這不是太辣是什麼 你沒看到 他連講話都開始有點語無倫次 斷斷續續了 他開始發抖了 請問立剛他吃幾隻了 其實才一隻 你剛剛還跟我講你可以吃四隻 所以我跟你講紀錄保持 目前也不夠才兩隻嘛 你知道吃下去會出現哪些現象 包括顏面神經暫時麻痺 還有講不出話來 更可怕的是 甚至嚴重會內出血 那一千兩百萬度的辣度 可能有些人會沒有概念嘛 是不是 我跟各位講 美國正報警察在用的噴霧辣椒 那一定是要夠嗆夠辣夠狠嘛 因為對付歹徒嘛 也不過才剛剛這個 對 這個雞腿 雞腿辣這樣的三分之一辣而已啊 什麼 那種噴霧劑居然只有這三分之一辣 我告訴你 現在大家已經知道這個辣椒不好惹了 立剛也不再提起了 其實之前呢 英國就有餐廳推出 不是烘辣雞腿 是極辣雞翅 但是呢 極辣雞翅當時推出來 你知道才幾度嗎 一百三十八萬度耶 那是一千兩百萬度的十分之一左右嘛 是不是 那個是當時極辣雞翅的製作過程 大家看一下 可能從外表看起來 會跟覺得剛剛那個 辣雞腿辣度好像差不多 因為都是這樣黃黃紅紅黑黑的嘛 是不是 可是其實你看廚師在製作過程就知道 他沒有剛剛那個雞腿來的恐怖 因為他沒有帶防毒面罩嘛 對 是不是 可是光是這個比較沒有那麼恐怖的雞翅 可是吃的人還是戴了手套 挑戰者一樣要戴手套 而且呢 有規定喔 第一 第一 你不可以就是喝水 第二 不可以離開位子 第三 你不可以用手去撕那個雞翅 你再用嘴巴去咬 用嘴巴直接咬 那不是拉到一個不行了 就是要挑戰你拉到不行的能耐嘛 你看這位老兄吃完畢之後還在那邊 硬要在那邊逞人 說沒問題 我OK了 到最後你知道怎麼樣結果嗎 知道怎麼樣 冒冷汗送醫急救 那這個辣雞翅用的辣椒是什麼 是剛剛千里達或者是那個什麼 沒有 他用的叫做毒蛇膠 叫做Naga Viper 你別小看他喔 他也是我們一般在吃的墨西哥辣椒 250倍辣 好 我講到這邊觀眾朋友 你應該很聰明的比較出來了吧 辣雞翅都把人搞成這樣 辣雞翅都把人搞成這樣子 不過他才138萬 他才138萬度喔 那我剛剛講的那個雞腿 來大家請看 這個雞腿 人家是1200萬度耶 那你說說1200萬度 你覺得有可能15分鐘把十字吃完 目前沒人辦得到 就了不起 15分鐘吃兩隻 怎麼有人會去挑戰這種比賽 就是有 這種辣度誰受得了 天啊 怪不得吃這種辣的東西 居然你還要簽切結書 後果自行負責啊 但是說到我們的國寶淬雨白菜 到了日本去了 可是他裂了 那誰要負責呢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 那天啊 那天啊 那天啊